好,我們來看一下主持人要開會議室的部分 如果你要主持一項會議,要先把room給打開 打開之後,主持人他會開一個會議室 所以請你點選視訊會議 點選視訊會議完之後,這邊當然要選用你的電腦語音設備 然後在你的上面就會有一個會議室的號碼 會議室的號碼,所以我們只要把這個號碼給分享出去 大家就可以經由這個會議室的號碼進到我們的會議室來 那你也可以點選這個地方做邀請 然後把那個連結複製起來 那你就可以透過比如說LINE 或者是電子郵件 或者公告,把他公告出去 這個網址人家點了就可以 他如果有安裝room,然後點了就可以直接進來 那或者是直接把這個會議室告訴大家 讓大家用加入會議的方式點選進來也可以 這個是使用主持人在開會議室的時候 他必須要這樣子去做處理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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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